好,我们再见面 国家能够进步 社会繁荣,家庭幸福 民间社团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已经是中部地区最大的民间社团之一 尤其2018年7月1号 民通制药董事长张光雄 接任总监之后 就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包括配合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 举办青春反毒宣导 7月10号跟教育局 在科博馆广场举办反毒标舞竞技 8月23号在丛隆国中 举办三对三篮球比赛的反毒宣导 透过这一连串的活动 让青少年远离毒品健康的成长 我们今天参加教育局所举办的一个反毒活动 那我们今天是代表三四六一地区 来参加这个反毒活动 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运动强身 然后身心合一远离毒品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也非常重视国际交流 2018年8月7号 邀请日本福哨团团员 前来台中一中参访 跟台湾学生一起互动交流 透过团康游戏跟社区劳动服务 互相了解双方的生活习俗跟文化体验 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 让台湾走向国际化 日本的小朋友 日本的高中生很热情 那我们的高中生也非常的热情 大家能够打情一片 除了运动跟反毒 福伦三四六一 也相当投入译文推广 除了8月份万和宫北福画会 国家科剧院音乐会 9月22号还在台中港区艺术中心 举办福伦花线艺术节美展 响应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 我们三四六一地区 为了要推广文艺饗宴 运动强生 我们办了花线艺术节的展览 为我们台中市的花博 做一个软身的运动 配合市政府的活动 我们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那我们这个海线地区 中部的海线地区 非常配合 为了能够持续进行国际医疗 偏向服务 社区行善 三四六一也在建成路 跟五全西路口 设置大型看板 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 今天也借这个机会 我们福伦社来走入我们的群众 让更多的群众知道说 我们的福伦社在做哪些服务 进而邀请社会大众 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福伦社的这个行业 三四六一的年度目标 是文艺饗宴 运动强生 三心合一 五五双拳 成为励志的领导者 2018年10月28号上午 将会在台中市北屯区景弦路的布子公园 举办花博 即反读音乐路跑嘉年华 凝聚力量 拱闯未来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